東華三院舉辦攝影活動 協助精神病康復者建立自信 他們的作品在五月就會展出 我們現在先賭為快 大家有無留意 每日在身邊經過的人呢 家人、情侶、朋友 以至是倫理間的感情 其實是無處不在 阿俊曾經患躁鬱症 患病的時候不想見人 對自己都覺得好陌生 米醫生的鼓勵下 拿著相機和另外十幾個精神病康復者 大膽地邀請路人拍下開心的一刻 阿俊說是突破自己 你不用裝得很漂亮 有個店舖的負責人 我們問他可否拍照 他問我們是誰的時候 我也想要不要跟他說 我們是一群精神病康復者 我正多的遊戶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另一位朋友跟他說 其實我們是東華三院的 是一群精神病康復者 人要活得健康 首先要學會 認識自己、接納自己 其實精神病是一種病 就像你傷風感冒 我都不會介意跟別人說 我有傷風感冒 拿著相機 沒有醫生和病人之分 任何事物都成為他們鏡頭下的對象 好,準備 包括我們 拍照拍得漂亮嗎? 能否拍得出那份人情味 其實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在拍照的過程中 學會如何留意和欣賞身邊的人和事 你看,有個彎馬,有個牛仔 有直有曲 負責帶隊的麥永哲認為 攝影除了幫助精神病人重新踏入社會 亦都可以舒緩都市人的生活壓力 影生是可以發明到我們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整個世界 可以這樣、可以這樣 即是用眼或用腦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其實我們人生 如果多點用不同的角度 就不會那麼容易轉到牛角尖 可能一些精神科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可能都會少一點 做了十幾年精神科醫生 習慣觀人於微的他 認為香港人 亦都要在繁忙的生活中 多點跟身邊人溝通 珍惜所擁有的事物 相信他們是外懶 其實內是熱的 是很熱情的 如果你夠膽跟他們說 溝通不一定是說話 可能一個笑容、一個眼神 無線電視記者鄭帥文報導